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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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会去的 雨萱 你到时候如果不嫌无聊的话 你可以一起来 好啊 到时候看看 要是有空的话 一定得好好去看看你的画展 所以很难保证 她对如此平凡的你 是不是只是一时限期呢 你那么优秀闪亮 我这么平平无期 你是不是会嫌弃这样的我呢 想什么呢 没什么 我就是在想 什么艺术啊 绘画啊 雕刻这些 我都不懂 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帮到你 很简单 就像现在这样 看着我 陪着我 在我累的时候 给我充充电 你呢 你呢 不好意思 失陪一下 严诚哥哥 我还怕你太忙慧失约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我简直太开心了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当然要来支持你了 祝你的画展圆满顺利 这么客气干吗 你能来就是给我最大的礼物了 雨萱 你也来了 我还怕你不来呢 你这一来 简直让我的画展是蓬蔽生辉啊 你这么客气干吗 既然你邀请了雁诚 我就算再忙 也会抽出时间来陪他的 对了 严诚哥哥 这次我还邀请了 冷伯伯和一位贵客 就等着你来呢 走吧 我带你去见他们 好 这边 老先生 你好 想必您就是吴维大师吧 吴维大师您好 晚辈顾雁诚 祖父和家父 都给我看过您的照片 说您是我学习的榜样 听说您疯到多年 没想到今天 能在这见到您 对对 听冷天先生说了 你是顾家的后人 而且你拿了一块儿 他的鸡品其实 听说要参加这次的金雕奖 这还多亏冷先生歌爱 这块石头 还是我们俩一起逃回来的 对了 我听了您那番 关于石头灵魂的说法 很不错啊 年轻人 多谢前辈 晚辈一定会更加努力 老家伙 别白婆 对这么优秀的年轻人 应该多给点指导意见 行 你都这么讲了 自然好说 贤侄啊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直接过来找我 虽然隐居在山里 等着大门 一直为你打开 两位伯伯爱护 这位雕刻界的后起之秀 又可别把我忘了哦 我还是个新画家 很需要你们这些前辈 还有这位雕刻天才的指导呢 我的男人是很优秀没错了 但我也不差好吧 你这丫头 今天我跟冷钱包包过来 不就是为了你这个事情 对呀 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进步 在国外有没有不务正业 我才不会呢 我可是按照你出国前的吩咐 不断地努力精进的 不过今天我的那幅压轴作品 你们可得好好帮我提提意见了 你放心 我们不会寻思的 对对 那我们这边请 好 我现在走应该来不及了吧 雨萱 本来我真的想穿着美美地去战斗的 没想到被暴击了 这姑娘是茶艺高手啊 表面上对你和顾艳成啊 恭恭敬敬的 帮助你们 实际上是想应得顾艳成的好感 让你自己觉得不如她 打击你的自行心 你可千万别上当 我当然不会上当了 但 可这也是事实啊 什么骑士收藏家 什么雕刻大师 都能被她那么容易地请过来 你可别忘了 顾艳成是因为你才重新拿起刻刀的 这可都是你的功劳 如果没有你 那绿茶请再多什么某某大师 都没用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你放心 你身后啊 有我这个金牌冲茶专家在 我们一定要彻底地反击她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三军未动 粮草先行 走 先吃顿好的再行动 走 来 干杯 慧心 你知道吗 那个依娜居然还抱着她 虽然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 也不用这种就是海外礼仪吧 真是气死我了 我跟你说 天下男人都一个样 就那花公子 之前还莫名其名来找我送礼物 可这么久了 反而一个消息都没了 这些男人 喂 喂 您好 这个手机的主人突然昏倒了 您应该是她女儿吧 人已经送到医院了 麻烦您来一趟吧 好好好 我现在就过去 雨萱 我有点急事 得先走一步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雨萱现在这个情况 万万不能跟她说我妈的事 那个 我有点急事 明天我再来帮你出磨画策 你这样自己能走吗 你走一走 我可以 我接着喝 那行吧 李哥 你帮我看着点雨萱 她喝得有点多 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一会儿我找什么人来接她 好 放心吧 谢谢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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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可能啊 电费是刚充的 这样吧 我工作还没做完 你先睡 我明天过去看 我在洗澡了 怎么又停水了 房东大人 你快回来看看 我家可是高级公寓 怎么可能又停电又停水的 喂 喂 姚远 那个伊娜又是美女画家 又从海外游泉回来 长得还那么漂亮 我觉得我好像哪儿都不如她 你是一脸自知之明都没有 你看不出来她喜欢你是不是 你不是就在我面前吗 你给我打什么电话 你干吗 我现在不想接你电话 喂 喂 我现在不想理你 奇怪 这是怎么了 别喝了 我送你回家 送我回家 送我回哪儿啊 贵家 咕院生家吗 我不想回她家 我要回我的出租屋 我家比她家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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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你们已经 杨远 杨远 我在这儿 在哪儿 浴室 你带着别动 杨远 杨远 你小心点啊 这下面有沐浴露 你这穿钢鞋不安全 那我们出去吧 你戴手机了吗 戴了 那你刚刚进来 怎么不打个手机筒啊 好 对 对 我忘了 走啊 小心 小心 小心点 小心房东大人 清水应该是发门的问题 你已经修好了 谢谢 好 先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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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天的 就只要给我找麻烦 这 也不能怪我吧 林总 小心 林总 其实我 你干什么啊 别动了 你这怎么弄的呀 可能是刚进门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的 没事 你这么着急我干吗 着急到鞋子都不换 也不打个手电筒就进来 我才没有着急你 那就是紧张我 我只是不希望这里变成凶宅 好吧 我先走了 来来 林总 那个 坐坐坐坐 那个 我饿了 你看你今天到现在 也没吃晚饭的嘛 要不要一起 我又不饿 林总 给我一个小时时间 没想到你还会做饭啊 没想到你还会做饭啊 跪的事情坐着呢 咱们以后慢慢了解啊 谁 谁 谁要了解你 自作妒忌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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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尬 我 你 你 这 你 大王 你 好 你 喂 夏来接他 怎么是你送他回来 他不是在跟惠心吃饭吗 这个你不用知道 另外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我希望你好好待着 如果再让我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会把雨萱抢回来 没事吧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喝不醉吗 发生了什么事 那当然了 我可是谦卑不醉 谁能欺负我 谁敢欺负我 走 好 回家 等一下 这好像被睡过去 没有 回我这儿 这就是你家 不是 我家 没有这么大 但是看着 有点眼熟 快走吧 眼熟 眼熟 你不过是 没了 我就是 你不过是 我 就来了 这么快就酒醒了 真想再醉一会儿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 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欺负你啊 你认识的 我认识的 谁啊 我帮你教训他 好啊 那你要帮我好好揍他 没问题 那你揍你自己吧 我 我做错什么了 你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吗 是不是这几天我总去吴薇老师那儿请教 没有时间陪你 不是啊 那 难道是我忘了什么重要的节日吗 你就自己好好反省吧 好 我好好反省 但是你今天喝这么多酒 而且这么晚了还不接我电话 还让某人把你送回来 我 你还说我 那 你跟你的依娜妹妹还借着探讨艺术的理由 我腻腻歪歪呢 你原来是因为这个生机啊 果然是吃醋了 对啊 怎么了 我就是吃醋了不行吗 可以啊 那我也吃醋了 你偷偷跟白冰去吃饭 还让他送你回家 我也很不高兴 你有什么好吃醋的 明明错的就是你 那个依娜还抱你呢 你还笑 你慢慢笑吧 我自己回家了 这么晚了你回去哪儿啊 我不要你管我走了 好了好了 我知道错了 别生气了 好 你错哪儿了 以后我会多多注意的 离一心远一点 说得好像我逼你的一样 都是我自愿的 傻瓜 我在眼里和心里 都只有你 怎么回事啊 林总 请 我平时都只吃牛排 鹅干 喝咖啡 就算是中餐 我也会去全宴楼吃 这些菜 我就勉为其难地试一次吧 算了 就给你个面子 怎么样 林总 这中式炖牛肉 是不是比牛排还好吃 手艺不错 那多吃点 你们女孩子呀 平时虽然工作重要 但是身体也更重要啊 女孩子 这种形容小女生的词 你还形容我 好 你不是女孩子 你怎么还喜欢吃这些东西啊 谁爱吃这些东西了 我只是平时加班碗子 用来捅捅肚子而已 我很注重保持身材的 不可能吃那些 你要不吃的话 就扔了吧 房东大人 你不吃 留给我的啊 我可以吃 别再这么叫我 免得在公司养殖习惯引起别人怀疑 可是 如果私下还叫你林总的话 总感觉一天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不舒服 那你想怎么样啊 嗯 那我得好好想想 你自己慢慢想吧 好吃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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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块大牛肉 早知道我就藏得严实一些 你想要藏什么 没什么 你是属仓鼠的吧 居然还有藏东西的习惯 我又藏什么了 你不是想藏我吗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我就都给你买了 之后你想吃什么 我全给你买 你不用按照我的喜好 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天色不走 先走了 疼 疼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不知道 可能之前摔着了 没有外伤 要不去医院看看 不用了 今天太晚还用不明天吧 你要不帮我擦擦药吧 我喝不着 我不会 就像我帮你擦药那样 你学我 疼 我 那我试试吧 疼吗 好多了 小屁孩 小屁孩 倒是会撒娇 小屁孩 怎么了 我看过你的履历 幼小了整整六岁 你不是小屁孩是什么 那我知道私下里叫你什么了 什么 私下里就叫你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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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姐姐 路上小心 刚才记得发微信啊 不对不对这不是我 我怎么会对一个小屁孩行动呢 我怎么会对一个小屁孩行动呢 这奉长姐我也是见过的 应该是她害羞才对啊 私下里就叫你 姐姐姐姐姐姐姐 我林万宁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蚕收购 争股权争项目 这种小场面 睡一觉就好了 回家好好睡一觉 进 去吧 林总 这是您养的咖啡 你要助我 我去工作了 我让她买咖啡了吗 我让她买咖啡了吗 她怎么知道我想喝美食啊 昨天阿姨住院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没事 我看你昨天心情那么不好 我不想让你担心嘛 我不想让你担心嘛 那 等咱们闭店以后 今天去看看阿姨吧 没事 我妈没什么大碍 都是老毛病 昨天她输了业 今天我已经送她回家了 你呀 就别操心我们家的事了 还是多操心操心 咱们花店的事吧 花店怎么了 你跟顾总的矛盾解决了吧 咱们花店自从 跟顾氏合作以来 生意确实好了不少 但也就勉强视频吧 不如让你家顾总 再多介绍点客户呗 这 不好吧 你知道吗 她最近一直在准备比赛 工作起来都不分众业的 慧琳 现在这个时间 我真的不想让她 因为这些事情分心 对 这还没嫁过去呢 就开始为老公担心了 对 我这嘴狗粮吃得酸哪 那好吧 那我们只好再想想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能将咱们这花店做大做强 好 遥远 太久没让她来站台了 咱们的颜值担当 一定能吸引不少顾客 对 到时候呢 先让她给咱们店里面拍拍照片 发到网上去 做一波宣传 不愧是我的女人 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靠你了 包在我身上 喂 喂 遥远 最近干嘛呢 周末有没有空啊 姐姐想请你吃饭 俊轩 你不用套路我 咱俩一个娘才出来的 你讲什么我还不知道 说什么事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咱们花店呀 不行 我才不要做花筒呢 什么花筒 你可是咱们店的颜值担当 招牌模特 到时候等花店做好了 你就是咱们店的形象代言人 那也不行 你不同意是吧 行 你现在告诉我你在哪儿 你住在哪儿我现在就过去 住 住我朋友家 行不行 看在亲情面上 过去帮你 这才是我的好弟弟嘛 放心 到时候给你发一个大红包 不说了 先这样了 挂了 拜拜 搞定 漂亮 漂亮 招牌模特都要来了 我得赶紧去准备一下啊 我跟你一会儿去 忙了一天了 要不要休息一下 没事 我还要抓紧时间 明天晚上花店有活动 你要不要晚上抽时间来花店啊 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 那 你再请我一下 我再考虑去不去 那你也得答应我 等一下必须要好好休息 好吧 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了吧 啊 现在 是该好好休息了 啊 完成 姐姐 姐姐姐 姐姐 林总好 好 小曼 顾艳成那篇专访我已经发你了 尽快排版交对一下 交付印刷吧 好的 林总 其他人呢 今天都不用工作吗 林总 今天是周末 大家辛苦了 忙碗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的 林总 走 今天林总怎么有点不一样啊 嗯 这突如其来的温柔 我还有点不适应呢 嗯 行了 赶紧干活吧 我怎么会开到这里来 一定是最近工作压力大 没有事啊 好好训练 你别催我马上到 好 不会这么巧吧 你是幻觉 许与萱 他们两个怎么会认识啊 好 别催啊 姐姐 快点 都在等你 走 啊 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们今天来发博物做 今天啊 我们花店做活动 全店的花满十送一 而且如果你们想配花素的话 满五十免费包装 满一百送蓝色妖精 是的 那满多少可以跟小哥哥合照呀 今天呢 只要满两百块 就可以给我们的小哥哥合照啦 嗯 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打算让我卖生了 我要卖五百 可以合照签名加拥抱吗 你要有点良心的话 就不要答应了 小哥哥 我是你的粉丝 知道你带这个画店是模特 总来买画 可是一次都没碰到过你 今天总算见到了 不好意思 让你粉丝大老远 白跑一趟了 卫星 来了 拍照 我给你拍照 来来来来来 看这啊 看这儿 一二三 茄子 好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咱们呀先买花 后拍照 好不好 好的 买花来我这边排队 好 咱有事排队你慢慢来啊 不着急 所有的选择都是参加活动的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慢慢挑选 好 好 看我 一二三 好 再来一张啊 一二三 好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小哥哥 谢谢慧顾 老弟 辛苦你了 不辛苦啊 亲爱的 我渴了 给我倒杯水 我可警告你啊 亲爱的可不是你能叫的 什么人啊 我没有功劳有苦劳吧 谁都为何啊 什么人 这 这个女的是不是跟我有仇啊 怎么我是没任何一个男的 都补放过 这 这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有什么身份去质问啊 李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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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还好你女朋友吧 走 以后啊 这种出卖色象的事 我可不干了 都是不易之谈 你懂什么 我们这叫把顾客的需求 永远放在第一位 嗯 你说得对 为了感谢老弟的亲情付出 给你发个大红包 还有红包呢 嗯 好了 真摸摸到 谢谢灰心姐 可比我亲戚还亲 你说什么呢你 那你给我反一个 比你们两个更有魅力的人来了 姐夫 你怎么来了今天这么早 还顺利吗 不顺利啊 整天都在想你 心不在焉的 只能迫不及待 早点赶过来了 顾总这情话说的 真是太酸了 这饭还没吃 狗粮先吃饱 你们今天的活动还顺利吗 当然顺利 有我在怎么可能会不顺利 你看他们俩 财迷心窍的样子 我平时上班还要工作 周末还得来给他们打工 可把我勒坏 打工人的命啊 对了 我刚刚在外面看到你老板了 他好像有些不开心 我老板 嗯 在哪儿啊 外面 他来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对不起 对不起 完了 姐姐你在哪看到毁我我很担心你 姐姐别不理我我今天只是去帮忙的告诉你在哪听我当面解释好不好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不过这样 师父太过分了 他今晚住哪儿 大男人用不着我操心 回家 老师我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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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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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